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沙漠之王八強表演賽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地圖 來看一下這邊選擇的文明 看到塔塔這邊選的是條盾人 條盾人在團戰來說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城堡這個躲射口 可以讓他的城堡射程非常遠 甚至可以反制火炮單位 那用起來的實際用法會比較算是到後期才會有效果 中期的話效果不是那麼明顯 那後期呢他有這個極冰 橫毯的極冰跟遊俠可以使用 遊俠極冰火槍還有火炮 然後還有這個城堡 都是他的團戰的拿手好戲 那競技場還有個打法就是用村民 直接拉八村去前壓 因為條盾的料王塔是可以裝載雙倍的 所以拉八個人去可以讓他傷害最大化 或是十個人這樣子 通常都是拉七到八個人 那在團戰來說這一招其實也是可以打 就跟波蘭一樣 可以打塔攻的概念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選擇波蘭人 那波蘭人在競技場打法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條盾的塔攻模式一樣 那為什麼波蘭呢很適合塔攻 最主要是因為他挖石頭有這個經濟加成 每挖一百石頭都會獲得一些黃金 那他這邊直接插劍塔的話 還有一個有效的擁擠 就是他的村民呢到封建時代會自己回血 所以村民即使有點受傷 收到這個料王塔裡面 回血速度非常快 血買了再出來打架一搏 所以波蘭人的競技場塔攻也是蠻厲害的 那後期呢波蘭人跟有有效的國家打起來 洛瑪跟這個重裝騎士很容易打輸 但是由於他這個經濟不錯的關係 所以可以在帝王初期一擊必殺對手 算是波蘭的拿手好戲 我們現在看到自己管出門了 波蘭外加就是要開稿 趕快迅速介紹 結果灰色也想要搞 灰色這邊是想要打裝甲塔是不是 哇想要在外面蓋軍營 結果波蘭這邊直接先看到 欸你是不是想要蓋東西 軍營蓋不下去直接爆打一波 好險這邊直接取消軍營沒有打算要出門了 那超限應該也是有挖石頭吧 因為他這邊挖石頭 加這個軍營裝甲塔是有傷害的 好這些到時候 這邊拉了一堆村民跟刺頭想要過來打架 好波蘭直接在門口下了一根箭塔 我還以為他要下這個軍營下成功了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打鬥挺有趣的感覺 好兩隻刺頭 都在繞 都在保守 那這個是敵人的 黑拉的還有這個朝鮮的 Winchest的 那隊友的刺頭在這裡 可以現在全世界的刺頭都集到這裡 那玩波蘭的人是西托 西托算是美國最強的玩家 好來看一下這邊射的如何 射的蠻快的齁 封建時代的10強的血量只有1080 那到了城堡時代才是1800地 這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這邊刺頭開打 那波蘭沒有繼續要進攻嗎 選擇要撤了 沒有應該稍微繼續插他 好我們先介紹其他文明 橘色是波蘭 黃色是選擇立陶宛 那立陶宛在團戰的表現來說算是不錯的 我們來看到右邊這邊也開稿 果然是條盾 條盾是被拉幾個人呢 這邊是拉了9個人 哇靠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那我們剛剛開頭講 條盾是有雙倍裝載量的關係 所以打塔攻特別的強 這個前期的塔攻是很難擋住的 因為你的劍塔跟他對起來 容易就對贏了 這就是條盾的 強勢之處 好這裡村民可能會先死一村喔 後面村民走不了 誒 殘血的也縮進去了 哇應該這箭矢數量 多少 非常多耶 非常多耶 8加0加8 0加8 OK 0加8 8隻箭矢 太狠了 你看這個劍塔怎麼會射射的贏啊 這就是條盾為什麼 競技場也是很熱門的原因之一 然後選到條盾的話 通常是可以這樣打 但是以頂尖高手來說 他們是很容易守住這個攻勢的 對付新手來說是綽綽有有 但是對付高手們來說 可能會沒什麼太大效果 我們看到他這邊打的是對VIPER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VIPER要怎麼反制回去吧 好 不然這邊後面喔 又打了 繼續的塔攻 這次塔的對象 是內加的黑老 而且這邊是打塔公公 塔公公的一個策略呢 就是在家裡蓋下射箭場或在外面蓋都可以 然後按下攻兵住進釣光塔 增加一下這個釣光塔的傷害 然後持續插進去 這是競技場的熱門招數之一 好這根劍塔建立起來 五隻村民直接開始對射 好 這個釣光塔只有兩個人蓋 蓋得很悠閒 你看VIPER已經感覺快要守住了 但只是只有感覺而已 那VIPER這邊要升到城堡時代喔 才有機會擋下來喔 但城堡時代其實也沒到那麼好擋 除非要出三台托石車直接硬砸 才有可能迅速砸掉 這邊只能蓋獵王塔去拖延時間喔 這裡可以打算再下一根 這裡再下一根可能也不錯 好 VIPER防守打得還蠻好的 那我們順便來講VIPER這個文明 孟加阿倫呢 最大的特色喔 在團戰來說是可以打相公的 戰車來說也是可以 但是相公是首選 孟加阿倫的大象呢 有抗招響能力也有減傷效果 而且還有可以吃到派科技喔 攻速又會特別快 所以他打這個攻城戰項 配上隊友的小攻 或是火槍兵一波流 是很難擋住的 而且孟加阿倫本身也是生侶果 生侶的防護率也是特別高 可以在後面幫這個攻城戰項回血喔 所以孟加阿倫這樣打法 其實在競技場來說還是蠻多的 但VIPER應該是沒有機會用到這些招數喔 割料王塔直接插身進來了 但VIPER這邊守得還算不錯喔 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已經倒了 但VIPER這邊很勉強的夾下來了 農田瘋狂往後賞 這邊就要拉防線喔 這個防止阿 這個石牆都要開始往後蓋 然後就把這邊圍起來 不要讓對方身插進來就可以了 這邊待會也要圍一下就好 這邊可以考慮再插一個劍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感覺挺適合的 不然就是這邊要再插一個劍塔 為什麼要插這兩個邊呢 最主要是因為插這邊才可以第一時間反制喔 看有沒有 把VIPER決定放棄了 不插了 VIPER可能是想要先升城堡時代 想要留一點石頭 待會上城堡時代才可以插城堡反制回去 結果在後面選擇再插一根 結果這邊插的不是劍塔 而是哨戰 但是上方這根劍塔已經可以是到石頭區了 最終防線沒有把這根劍塔給建立起來 VIPER可惜了 這邊決定要轉出馬舊 這邊是要出馬舊要來打什麼呢 我想一下 這邊打馬就升城堡時代 孟加拉沒有騎士可以打 這邊頂多打就打肉馬吧 不可能打這個大象吧 大象的話現在很容易被招走 但條頓這邊由於拉了九村在前線喔 瘋狂用這個劍塔在輸出的關係喔 所以他現在經濟是非常不好的 右這邊你看經濟 還要上城堡時代還有一段時間喔 Live這邊已經跑了一半的城堡時代了 這個經濟差距 快要是九村一直都沒在工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繼續講一下這個拖欄 拖欄這邊直接升插進去 塔弓也是一直插一直爽 但弓幣沒有一直補喔 只按了幾隻而已 可能中間有被攔截吧 所以弓幣沒有補過來 好那這個劍塔也沒有去偷偷拆掉 Vinchester這邊 並沒有犧牲自己的經濟 拉村民直接硬拆 而是讓對方先在那邊拖瑟瑟 那黑亞這邊被插進來之後 恩 黑亞被插進 黑亞這邊被升插之後呢 選擇要衝車來督掉這些建築物喔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喔 最主要是Viper這邊是關鍵喔 那Viper這邊 城堡海缺了一些石頭 石頭只有兩百而已 如果他想要蓋城堡的話 還需要一點經濟喔 好但這邊決定要蓋城鎮中心 然後出頭子車反制喔 城堡不會那麼快出來了 現在其實這是有個打法的 就是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把這兩房子滴掉 甚至不用滴 城堡蓋這裡 直接把這三座箭塔給射掉 然後後面再出頭子車反制喔 讓對方 減少繼續深入的可能性 像通常條盾這麼多人可以射箭情況 頭車四台以上 再去打廖王塔會比較好 不然你一台去打很容易就被反殺回去了 結果打的不是頭子車是裝甲戰像阿 剛剛才在誇到孟家的裝甲戰像很強阿 結果直接就打這個戰術了嗎 但裝甲戰像有個小缺點喔 是不能裝宰人的 好這邊裝龍戰像過來 又這邊看到戰像直接拉出門想要去扁嗎 好勝率也出來了 那勝率一開始我就有三房的防禦力 所以可以在後面補血也是蠻好用的 又這邊想要直接守住嗎 我覺得有點偏困難喔 好這邊打算用聖人去招對方村民 然後阻止對方來敲自己的裝甲戰像 哇這個打起來VIPER還是略高一籌嗎 但是後方的HELA騎士 直接針對HELA 直接針對VIPER VIPER專長戰將直接扛了一些傷害 後面兩隻聖女直接招響起來 OK招完把對手的騎士給逼走之後 還可以補自己的裝甲戰效的血量 非常省 好頂掉一根劍塔小鑽 這就是VIPER VIPER還是很猛的 有這塊金的話 待會也不怕缺金喔 有兩塊喔 主金在後方還蠻厚的 OK勝率出多一點也沒問題 戰像直接往前頂 騎士想要來解戰像嗎 你有問過VIPER的僧侶嗎 戰像無情開靈 一直在安全的位置 而且被鏡塔射到也沒那麼痛 僧侶本身有三防 看這個血量其實沒有掉得很誇張 雖然被射到還是會痛 但比一般的文明來說 已經好過很多了 好那殘血的裝甲戰像 我就可以直接回家 這邊直接三隻聖女 硬招青騎兵有機會嗎 投個一發 青騎兵直接上來硬砍 但村民已經收進去 聖女抽 又放出來想要再招一次 當然可以啊 這邊青騎兵的反應相當快速 這邊居然一隻騎士都沒招降掉 VIPER損失了三隻聖女 青騎兵一過來畫風直接一轉 三個TC裡面的村民都可能會被騷擾 好 裝甲戰像也是全部倒光 這時候條頓已經開始出動自己的工程器 要來拆除外邊的建塔了 好那這時候大家已經覺得說 欸他的隊友在幹嘛 怎麼過來幫VIPER VIPER因為可能是叫MBL 好好的農吧 他這邊是立陶宛 這邊先專心撿生物 撿到四個就是MVP了 待會出騎士或是列提斯 都可以有效直接打擊這些人 那VIPER這邊使用少量資源 就鎖住對方的攻勢已經相當划算了 好預判一下 哇這個差點砸掉 好破爛的箭塔全部被拔除 好那那一家的塔套 條頓直接在這門蓋了一個城堡 這個就是頂尖的競技場的對決 好看起來有夠嗨 整個地方都在瘋狂打架 這時候VIPER點下了救贖思想 要來招對方頭子車 這個預判差點預判成功 好可惜 再做大家村民 好舒服 這裡要硬炸有機會嗎 來不及 躲下 剩一滴血 4滴才對 生女有坦度就是不一樣 直接出來硬招 想要阻止對手城堡蓋 城堡 還有70% 這邊稍微助手一下 火車也開了過來 這邊不太好蓋 這裡應該可能要扣一下隊友 扣一下這個VIPER吧 好 目前列提士已經轉了出來 兩隻列提士直接硬拆 頭車沒有問題 好那再把這兩隻列提士拉到這個地方 村民就不能出來了 然後可以阻止對手 蓋這個城堡 但是這裡沒有想要在那邊助手 反正是拉了回家 現在看到蒙古圖祭 立陶宛會有點難受 除非自己要轉一些戰毛出來擋 不然就是要出這個 生女去硬招 但我覺得現在出戰毛的CP值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立陶宛 帝王時代還有塔盾技術 這個遠防又更高一些 直接被龍老師的 蒙古圖祭包圍 生女可能要全倒 三隻全部解乾淨 一隻都沒遭到 頭子車也在努力炮 但是直接被射爆了 因為蒙古圖祭打工程器 有外增傷 所以射了幾下就會爆掉 好來看一下左邊 條盾按了一堆步兵 級兵按了一大堆 條盾武士 條盾騎士也出來了 禁防就有三了 禁防7加3 禁防死 好扯 一隻騎士的攻擊就死地了 加一攻也是打一滴 這就是條盾騎士的坦度 好這邊不管兩棟城堡 騎士直接硬拆火炮 拆一刀 能換掉嗎 哇還被修了回來 塔套這邊火炮存活下來非常的賺 這邊要面臨的是 又的巨型頭石機的開拆 這邊又是打一個單TC帝王時代 然後塔弓的攻勢 這個招式確實很難打 而且很容易被拆光 這邊可能快沒有呼吸 但是他這邊叫了立陶宛MBL不要理他了 快去幫隊友至少一換一 明確實這邊也是凝死不屈 出了一堆火炮痕疾病 也想要做最後的防守 這邊確實有拖掉這邊的攻勢 好那這邊吸托可能會變成黑馬 這邊如果重裝騎士加貴族特權 是有機會一波帶走一個玩家的 好MAP這邊大量村民直接被射爆 由於城鎮中心只能裝載15個人 這邊村民只能被射 哇這邊龍老師射得好爽 射好射滿 立陶宛MBL幫隊友開了一個洞 這邊想要逃跑 但是龍老師並沒有想要放過這次的機會 MBL的立陶宛列提斯 直接過來營救VIP的村民 但還是有些村民來不及逃跑 還是被射掉了 兩隻立陶宛的 列提斯還是扛不住 王國突擊的傷害 直接倒光 VIP家裡的T7村民只剩下這麼一點點 基本上VIP已經是半個死人了 這邊再繼續打VIP其實沒什麼太大意義 但是龍老師並沒有放過 看到村民走得出來 再繼續追擊 1 太狠了 哇 死傷慘重 VIP太慘了 博覽中出關 貴族特權重裝騎士 直接狂奔朝鮮家裡 接下來的條盾武士 跟疾兵直衝黑啦 龍老師利用自己的蒙古土技 大量傷害 射爆了很多的疾兵 條盾武士也是不耐抗箭矢 也是應生倒地了 遠防只有6而已 蒙古土技是12攻 射一下還有6滴血 蒙古土技威力開始出來 庫曼的重裝騎士正面硬扛 而且庫曼的騎兵的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隨時支援戰場都蠻方便的 這邊稍微解救一下VIP的基地 MBL 帶了很多的軍營投司機 來反制一下 各處的城堡 跟料望塔的問題 有點有效果 VIP開始慢慢復活了起來 但是軍營投司機 還是把VIP家裡的 城鎮東西全部拆乾淨了 MBL這邊可能要1打2 只要代替VIP報仇了 這波重裝騎士衝進去 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戰果 因為朝鮮這邊疾病的數量還是很多 只要出多一點 還是可以擋下波蘭的貴族特權 中間戰場部分 目前條盾已經全面潰敗 退回了2個城堡的中間裡 蒙古圖機分了兩隊 上下兩隊都有 來看一下下面這邊MBL 對抗蒙古圖機打得很不錯 這邊打到出了一些中頭巷來幫忙 但是直接被射爆兩台 蒙古圖機就是這麼的好用 機動性高射速快 打工程器又有額外傷害 不管對方什麼情況都蠻適合的 但是就是蠻怕佔毛兵 佔毛兵直接集火蒙古圖機 數量沒有什麼問題 但這邊有重裝騎士就有點不太好過 好兩台投資車要上錢硬投了嗎 投了吧 哇投資幾人 尷尬了這個重頭 OK找到 殘血 收掉 好不虧了 這波騎士不虧了 黑豪這邊目前還是打算出騎士 遊俠還有10秒鐘就要好了 不然這邊重裝騎士終於殺進去 砍...開始砍TC 但是疾兵還是帶出 裡面的城堡 一定要找個機會擋下來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可以打 塔套這邊 也是偶爾支援一下MBL MBL缺乏大型的工程器械 這部分就是由 塔套稍微出資一點 出個重頭來反制一下蒙古圖機 工程器呢 是由MBL自帶的石材巨頭 這三... 這個... 庫曼遊俠過來托砍 看這個戰毛兵很爽 遊俠直接來了一大坨 MBL已經準備好 重頭 要先投哪 講一下 想投左邊 但是沒有騙到 HERA這邊 右邊的遊俠直接殺了過來 要先打重頭 重頭 只有投了一發 就不敢攻擊 怕投到自己了 想要往外投一點 但是來不及投出去就死光了 MBL這邊的單位 直接全面潰敗 戰毛兵全部被HERA的遊俠包掉 後面蒙古圖機 也是收掉了後來的單位 這邊黃金組合 果然有點暴力啊 10台巨型投資機只剩下5台 可能還會再下降一些些 MBL這邊打的算是... 偽妙 並沒有說太好也不能說太爛 巨型投資機出的確實有點多 正面的單位有點少 好 看來這波大戰 烈提斯 沒有辦法在支持主戰場了嗎 好像還是有點吃力了 好 波蘭這邊稍微轉出了大路 最後超新還在努力抵抗 哇 這個Minchester可以撐這麼久很不容易啊 好 右方的烈提斯 想要先硬拆掉巨型投資機 好 順利拆掉了 這根城堡還是努力在輸出 打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個已經殺了10隻單位了 這個城堡 好 那兩邊的遊俠想要來幫忙 但沒辦法攻破這裡的城堡 好 又有更多的兵集結在這個城堡位置 Biper這邊偷偷回來 蓋了一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想要把資源拿回來 這時候蒙古圖技還在努力輸出 Mbio的戰毛兵一直在走動 沒有在輸出 然後一直被後方的 遊俠硬砍 哇 烈提斯這邊硬戳條盾的 遊俠好痛 無視防律就是OP啊 你條盾再怎麼易 也擋不住 火大烈提斯的傷害 好 後面蒙古圖技直接被重頭炸個一發 損失慘重 血量都慘掉了 趕快拉一下 好這邊大量弱馬 自己在繞 欸這個不抓火槍兵嗎 是我就抓了 OK 這個硬抓吧 換個力氣也是滿賺的 好這邊重頭開始殺了出來 條盾的工程器也是特別硬的 也有這個鋼鐵甲的關係 所以防護力是不差的 好這邊想要再偷拍一下 但沒有拍到 拍到一些殘血 好這時候戰毛兵已經升好塔盾技術了 4加6遠防死 蒙古圖技射一下只有兩滴 左邊也是有少量蒙古圖技想來幫忙 但是遇到雙城堡雖然是下降很多 這裡終於把朝鮮給搞定了 朝鮮終於全面爆開 但是他右方早就已經建立起非常多殖民地了 所以這邊農起來速度可能是跟viper差不多的 右方有兩三級的列體是在偷打村民 偷偷騷回去 好正面這邊可能要來看一下 感覺他們要重新集結針對一下MBL 跟塔套這邊的工程部隊 左側部分 空前破爛已經解放了 待會就可以把所有的兵 往黑拉家裡這邊狂送 要把黑拉打倒的話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右邊MBL這邊也是要給到更多的壓力才行 這邊幾兵硬砸砸掉一堆肉 還不錯 雖然損失了兩台重頭 巨頭C上前直接被硬拆 哇 損失了非常多 哇 這邊黑拉他們搭出了GG 恭喜viper MBL 還有塔套拿下這場比賽的獲勝 MBL加上 塔套的這一波聯合攻勢 確實把對面大軍給打爆了 黑拉牡羊髮在支援右邊的時候 要全力防守左邊 但是要擋的是波蘭的大肉馬 無限踐踏的傷害 而且 待會後面還有很多的這個疾兵要來防守 即使處遊俠跟對方硬扛 後面疾兵也是很難擋 當然也可以轉出自己的清查單位 但現在要轉兵要承襲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等在成型之前就會爆開了 那隊友方面也只有蒙古突擊 可以稍微擋住 波蘭跟條盾的這個組合 那右邊的部分的話 雖然也可以打 但是感覺只靠蒙古一個人是不行的 畢竟這是團隊比賽 那右邊條盾的一個困境 雖然他也有這個大型工程器械可以使用 但他轉出來是遊俠 那遊俠實在太吃驚了 剛剛畫了一堆黃金之後 家裡外面開始又被控金的關係 貿易也跑不起來 所以只能打出GG 而且VIPER這邊他們已經 控出了一條貿易線了 所以其實他們經濟來說是比較領先一些些的 最後Hila他們只能選擇打出GG 結束這場比賽 那還以為VIPER這場已經輸定了 結果VIPER的隊友MBL加塔套 這波公司打得著實漂亮 雖然波蘭細脫對付對手花了一點時間 但最後還是靠著一擊之力 加上條頓的少量的工程器跟疾兵 還是成功突尾 這邊大量村民跟弱馬的屍體都在地上 Hila這邊打得有點可惜 他其實打得很不錯 還抵抗住波蘭的前壓騷 龍老師這邊就顯得有點尷尬 雖然他是主力 但他這個主力也是算很後期才可以成型 如果再可以再更早一點成型 然後再把左邊波蘭打下來 甚至幫朝鮮守住 可能更有機會吧 感覺上是他們溝通上出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把這兩棟城堡拿下來 不過要把這兩棟城堡拿下來的話 朝鮮可能就可以守住了 那就有機會可以反推回去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